安吉,沙耶家的大儿子,自从一出场就被冠以东北宋仲基之称 网友觉得安吉的眉眼像极了宋仲基,就连清洁沙耶也拿来做比较 记得有一期节目中,安吉穿上了小军装,加尔迷人的小烟嗓 显着活脱脱的一个柳石镇嘛 终于有一天,安吉和宋仲基迎来了历史性的同框 很多网友觉得安吉的眉眼真的要比宋仲基好看呀 毕竟正见照都帅到不行了 历史性的同框是网友们批的啦,简直毫无违和感又没有 其实安吉之所以这么备受宠爱,背后离不开沙耶的一番教导呀 比如在最新一期节目当中,沙耶就手把手的叫安吉怎么撩妹 考拉是安吉最喜欢的小伙伴之一,当他要买火车票的时候钱不够 安吉的神助攻,沙耶就发话了 立马告诉安吉主动一点给考拉买一张票 并且直接告诉安吉是他表现的机会来了 白战堂你够可以的呀 接着就篡断儿子把钱给考拉 最后还特别强调一下是安吉给考拉买的票 别说这招还挺管用的呢 之后考拉在和安吉相处过程中一直都是比较亲密的 网友都感叹,沙耶这个神助攻果然是安吉的背后高人呢 其实安吉尽管还是个五岁的孩子 各方面已经显示出很多优势了 情商高,懂礼貌,逻辑思维清晰等只是他其中的一部分优点 安吉除了逻辑能力满分以外 其余各项特长也在培养当中 网友直呼,沙耶这是要把安吉培养成怎样一个优秀的人呀 我们下期见